这个礼拜号称是超级央行州 因为许多国家的央行将要陆续公布利率决议 那普遍是要升息但是要升几码呢 根据这个美国联准会 目前呢这个9月21号的货币政策会议 市场上现在普遍认为将会升息三码 这个几率呢超过了80% 甚至还出现升息四码的呼声 而看到这个鲍尔鹰派的决心 现在是毋庸置疑 三码或四码现在已经不是关键了 因为瑞幸董事总经理陶东他就指出 最重要的是明年的利率政策走势 尤其是美国其中选举之后呢 还要再升息多少 所以他认为应该关注FOMC的点证图 还有鲍尔在记者会上的阐述 今天这个钟达兄难得来 这个财经还有包括货币的专家 请你帮我分析一下 我们怎么从这个FED 联准会的点证图当中看到关键的讯息 好我先谈一个背景 我自己的指导教授做了九年 联总会非常分枉的总裁 我大概摸联总会二十几年 我没有看过这一次是历史上 至少我追踪联总会二十几年 历史上第一次他这么强硬的决心 那点证图要到二十二号台北时间才会发布 我想先陪各位观众朋友把过去这几个礼拜 重大的讯息有两份文件 我把它英文翻成中文 很快走过让各位感受到 用我的话来讲这一次包尔真像一个汉子 之前他糊涂糊涂通有一搭没一搭 这一次他铁了心 我们来看他的原文 好 在Jackson Hall 826这一段 他只有八分钟 但是当天道琼跌掉一千零八点 你可以想见这个冲击量有多大 他说如果没有物价稳定 我们就没法维持劳动市场的强劲 高通膨对于缺乏承担能力的民众 会造成最沉重的负担 尽管利率升高成长减缓 劳动市场会趋缓 这会为家庭跟企业带来痛苦 但如果没有恢复物价稳定 会带来更大的痛苦 我们联准会要用一切的工具 来打击目前已经创40年新高的通膨风险 目前高通膨只要持续越久 落地生根的机率就越高 我们会使通膨预期维持在低水准 直到任务完成 八分钟 我没看过联总会 至少我再追踪 这么硬的话 打击同盟的决心 对 这我说他像条汉子第一次 8号这一天 他在美国华府一个智库 他原文这么说 历史告绝我们 千万不要在实际不成熟时 就放松政策 我向你保证 我的同事跟我都坚决的投入这项计划 我们会努力不懈 直到达成任务为止 各位要明白 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 市场会这么动荡 如此的一个跌宕起伏 那我认为 为什么要梳理这两份历史文件 20号台北时间 凌晨公布这个FOMC 我个人认为 重点已经不是三码或是四码 而是他这段话 他会成为未来的政策指引 因为联总会他是一个合议制 主席只是一个代表人 他一定是内部有一个相当的共识 主席对外才会这么英式的一个讲话 那我觉得这个讲话如果定调在那里 往后 至少我现在从这里看到年底或到明年第一季 我认为都在这个基调上面 也就是说 在明年的三月底以前 我们很难看到大家期待什么有景而松 或是甚至我们在金融圈有人说 因为已经会有通缩的疑虑 所以开始会反向降息 述我直言 联总会现在如果这两段文字这样呈现 我觉得这两个期待都要先放一边 先放一边 就是短期不会有景而松 也不会什么考虑通缩 或深度衰退风险而反向降息 我们必须要在一个联总会已经升息九码 那么如果以现在之家教育所的利益取博反应 今年全年应该会升十五码 到明年底是四码 那因为他从三月开始升 升了四次已经九码 所以你这样往后看看到明年年底 大概抓一年四个月不到 我们还有十码要升 我的学员跟我的客户来问我说 那他大会不会成 他这样压制物价大会不会成 坦白说 我觉得现在能见度不高 我也不晓得他会不会成 可是我会去揣摩鲍鲍儿的想法什么 终始不成他变成悲剧英雄 此人也会历史流民 因为他有下的决心 真的去落实联总会的法定职权 所以我是想跳开 这个点证图其实应该已经不太是重点 而是要抓到联总会跟鲍鲍鲍主席 他现在这个坚定 压制物价打击通缺的决心 这是整个事情的关键 中达兄跟陶宗看法类似 那我们刚刚讲陶东呢 他也进一步的指出说 说他认为2023年降息的机会不大 因为呢降息的前提是就业市场明显的 而且持续的回落到可持续的水平 他认为说联准会呢 在政治上现在已经有交代了 美国总统拜登呢 最近接受这个CBS的60分钟节目访问时候呢 他也宣布说 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经结束 那随着联准会呢 用升息来压制通膨 也希望呢经济能够软着陆 但是黄老师您觉得联准会我们刚讲说 之前他们也被这个外界说是在为政治服务 您觉得说现在联准会 在满足拜登政府的选举 或政治上的需求已经做到了吗 你当然可以把联准会当成是一个超人中立的独立机关 但是它其实就是广义政府的一部分 那政府处理就是政治啊 所以你怎么可以说联准会 没有办法脱钩的 对 很难有这样 我不敢说从来没有 但是通常大概不可能跟政治脱钩了 所以联准会他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不只是政治正确 而且确实短期内看到了一定的效果 那当然他也等于是挽救了民主党政府 在这个声势低迷时候的一些这个良方 至少对不对 这个通膨的压力减缓了 但是我觉得这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欺商权 所以我看联准会他能做的就他的部分 但他还需要美国其他包括商务部 包括这些进出口贸易或者财政部等等的相关的配合 所以联准会他大概能发挥的功用 或许就在这里而已 美国其中选举马上要到了 在这之前大家看到说联准会 已经在政治上面尽量的满足了这个拜登政府 不过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我以为你怎么看 包括美国现在除了经济上的问题 那也有人提到了像是美国的分裂问题 政党的恶斗还有难民问题 我记得您上次才特别提到 就是把难民直接载到副总统的官邸前面 所以他有太多的问题 现在拜登您觉得首要要处理的 除了经济以外还有哪些 他到处都是问题 这个没有首要不首要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严重 事实上我觉得下一波 下一波搞不好就是街头暴动 然后引发更多的暗杀行为 我们一般讲暗杀啦 就说暴力事件 那事实上我不认为升息下去社会能承受 比如说你现在贷款利率已经到6%了 你再升息下去人们怎么生活 他实之所得就变少 那实之所得变少铁路罢工就来了 他要求你加薪啊 那拜登现在是用说我承诺会有丰厚的加薪方案 所以拜托铁路罢工回去上班啊 那11月要给答案啊 那你要加多少 你就要照承诺来啊 那加薪之后就是核心CPF再继续往上升嘛 事实上你加薪一定会联动房租 跟那个房屋的利率的 那房租跟薪水 必然会带动下一波的通膨嘛 而且也是回不去的 对吧 所以你说你只考虑劳动市场怎么可能啊 所以民不聊生的话 会不会像外界担心说演变成还要内战 我的意思是说他加薪不足以压抑通膨啊 因为通膨的原因不是你想的只是个货币现象嘛 它还有更实质的政治嘛 比如说我劳资斗争 那这个是什么因素呢 俄乌战争这是什么因素呢 那欧洲始终不认软啊 所以您这个回答 我就想再进一步请教你 因为也有学者认为说 如果不反应美国的升息跟进操作的话 很容易引发输入性通膨的问题 我指的是说 包括像你现在看到台湾 日本 英国 瑞士 巴西的央行利率 这个决议呢 陆陆续续会在这个礼拜 那就会揭晓 那现在当然看到不管是三码 还有刚刚讲说甚至有可能会四码 不过刚才钟达兄已经讲说 其实三码跟四码已经不是重点了 那您觉得呢 就是说输入性通膨的问题 我们怎么看 不是美元可以这样干 因为他有美元霸权嘛 所以当他升息的时候是全世界的货币都在抑注他嘛 他资金外流到美国 哪个国家有这种好处 比如说日本你现在 这个央行又说我不要跟进 那日本资金又再准备外流吧 人家就再去买美元啊 我刚刚就看到美元又大涨了 对 美元指数现在110.7啊 又大涨了嘛 因为他必然会产生这个现象嘛 没有一个国家有美元霸权 只有美国有耶 所以美国可以不断的升息啊 所以台湾的央行您觉得 就是说在资金外流 还有包括考虑到这个 内部的经济 权衡之下 会怎么处理呢 不是台湾央行就是只有选票考量啊 他年底前不能得罪房地产业者 跟那个房贷的老百姓嘛 因为百分之70人有房子嘛 你怎么弄 理论上你要跟进啊 对不对 但是也许就是办法 你跟进美国现在的房贷是6%嘛 对 你去想想台湾现在房贷是几%嘛 不到2% 不到2%嘛 对啊你跟进看看 你到3%的时候 你看你明年怎么选 余兄你觉得 其实 刚才郑家兄讲的这个 就是反映出来 美元独抢 那其他非美货币就是承押嘛 我们看到欧洲是24年欧元的新低 台币是3年的新低 寒缓今年到这里已经贬掉16% 那更担心我们的业界 在烦就是这些新市场 什么四里亚亚亚市倒下去了 土耳其 埃及 巴基斯坦 大概你把全球的新英国家梳理完 只剩下大型的经济体 中国 印度 巴西 他那个有底气嘛 外汇存底 其他那种中小型的新市场经济体 大家越来越担心 因为上一次美元的循环 最高到118 就发生了新市场的系统性危机 所以我觉得台湾稍微好一点 就是我们在新市场里面 算是被外资 比较认可的 名列前茅的 但是如果 顺着郑家兄讲的脉络 如果美台中间的利差 还是这么大的时候 大概第一个 你看得到外资是毫不恋战 它就出走了 那台币就会更区别 那另外就是 刚刚主持人提到输入性通膨 你台币贬值 然后你很多东西是进口 所以这个是 但是选举考量我没有意见 但是就从财经的角度来看 在这个结构 没有缓解的情况底下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 我认为财经市场管理起来 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在过去 有个名言在我们货币圈 40年前 尼克森有任何财政部长讲 美元是我们家的货币 却是你们家的问题 所以你很清楚 你看美国人霸 话讲的都这样子 这叫以零为货 但是你就是得承担 就刚刚正向兄讲 他是霸权 那老大他就这样干 那你这些 他只能想我们怎么顺着这个方向 来做好风险管理 了解 他只能是这样 好 谢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聊